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已经接种了两剂的疫苗 不过还是被突破性的感染 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突破性感染的将会是大魔王 会是Delta 而这个机师其中有位机师他的儿子也确诊了 那他就读的是位于桃园的高职 学校部分已经证实而且开始有动作 下午这个时间起他们已经全面的停课了 一口气要停课14天 Delta的入侵会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究竟要如何来因应 稍后我们要紧盯着CDC的记者会 以及说昨天BNT疫苗来到了台湾 但是因为傅宾宾宾是先搞了小动作 他挂了布条变成朝野攻防的一个焦点 我们就来看到国民党在干嘛 他们在脸书上面 然后他说什么 他们就讲说 怎么可以这样偷拆原厂的布条 都是为了要讨高层的欢心 但是你看到来留言的这一些网友 来干嘛的 都是来笑国民党的 这个是原厂代理商你们也搞不清楚吗 根本就是笑话 网友就说明明是偷挂 但是国民党说却是偷拆 原来你们是共匪的小跟班 这个是网友说的 然后对两岸正情都非常了解的 我们知道在台湾的记者 然后也蛮常上我们节目 是日本产经新闻的台北知事局长石板明夫 石板明夫他的分析是这样 他看到说这个复必泰的是中国的一个社局 拿掉刚刚好而已 今天我们看到CDC只会已经来了 我们赶快来关心现场的最新情况 小组的张兆吉人 以及社区防治组的专享副组长 医疗应变组的罗一军副组长 以及我也在会场上 首先我们还是先请指挥官跟大家 说明我们目前的疫情 以及我们工作的一个情形 那首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确定病例 本土的病例是有两例 那境外移入有4例 那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居住的县是新北市跟桃园市 那解割情况是92.7% 那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境外移入的案例 有两例是长组的机组员 机市前仓的机组员 那他们的最近一班都到澳洲的航班 然后回来 然后再后来在两天后裁剪 那这验出来是阳戏 那这里面也有包含了桃园市的一例 是其中一位机组员的小孩 那这就读在桃园的高中 所以今天早上在桃园也经济采取了一些相关的 措施 那大概可以看出来整个这个国际航空这里面 竟然有三个案例 一个是16066 一个是今天跟大家报告的16119 跟16121 那其中16120的小孩是16122 那这位是我们刚才谈到是一位高中生 报告过了 那先把这16066基本上的接触者的 裁剪 大概只有26位 那全部都是阴性 是以框列者都已经裁剪完毕 是阴性 那至于这16119跟16120 接触者的 裁剪的情况 现在主要是已经先居家隔离 那已经大部分都送到的集中检疫所 那这里面我们框列居家隔离的人 那都要裁 那其中大家现在完成的是只有一个 这两 两例 是阴性 那阳性这位就刚才讲16122 16122 这个案例 那整体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先说明以前我们就说是有一个确诊 那我们是全班停课 全班就先隔离 然后又两个确诊全校才会停课 但这个案例 我们处理的稍微谨慎一点 所以就是他全校就需要停课 需要停课的 那之所以这样是我们当然是高度怀疑 这有可能是Delta的病毒 所以一定要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第一个同班的同学 集中检疫14天 同班同学的家人是预防性集中检疫 那跨班上课的同学也是一样集中检疫14天 那当天曾进入个案使用后的教室的使用者 那也是居家隔离14天 那所谓的预防性的集中检疫 指的是这些同班的同学是接触者 但他家人等于是接触者的接触者 那在以往我们这是不把它 匡列的 那这次为了说 可能 可能担忧 可能是一个Delta的病毒 所以我们就扩大了 连他的 同班同学的家人 也都是预防性的集中检疫 那等到这同班同学都检疫 都是在PCR检测完 那确定不会传染给家人的可能性的时候 那同班同学家人这个预防性的集中检疫 那就可以及早的解割 那这个 因为这三位都最主要是居住在桃园 那主要的足迹是都在桃园 比较多 除了我们大概有两个足迹 一个是在 在新竹县有一个足迹在 在苗栗县有一个足迹在 那我们请上班的地方卫生局扩大 采检 扩大 隔离 那但是桃园市的本身 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加强警戒 所以我们在集会活动人数的上线 我们就回到50人 4万100人 如果超额的话 需要提防疫计划 那卖场及超市 加强人油的管制 那医院及长照机构 除了一些相关的例外 医院所准许的 那停止开放 探病及探视 那陪并及陪伴者 限一人 那其他当然按照我们的二级警戒来做 那我们第一个观察期大概就7天 先看7天的初步的一些採检的情况 怎么样 那再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因应整个 似乎这个突破性的感染 所以看起来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本来9月15号才开始要 实施的国际航空机组员的一个 方的一个检疫措施 我们从即日起 我们更改成 从即日起 就开始来做 即日起就要做 好 即日起就要做 好 即日起就要做 好 那今天 那疫苗的接种 我们现在的人口涵盖率是42.82 那即日人口比是46.880 那早上那个日本又做相关这个疫苗 捐赠的一个宣布 那我们等到确定的数量 完整之后 再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不过这次他捐赠的数量相对比较少 不过本来已经捐赠非常的多的疫苗 那在台的一个日本的朋友 很多人都因为他们国家赠送给台湾 所以他们也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礼貌 他们都不太来施打 那这一次所捐赠的疫苗 我们会请相关单位来造册 给在台的日本朋友来做 施打 好 那我们就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谢谢部长 中时想要请教新确诊的那两位机师 他跟之前那位16066他们的关联如何 就是他们的初步研判 他们的传染途径是哪里呢 谢谢 现在因为详细的相关的检验都没有 都完成 不过基本上大概16066 跟后面是 1619 16120 基本上 1619跟16120是他们是同班机 到布里斯本 到澳洲 去跟回来的同班机的人 那跟前班机的 我们那个16066的关联稍微比较低 那16066本身的一个接触者 跟他的一个同机的人也都检验过了 是阴性 但是这样 我们需要很多的一些检验 我们现在目前先匡略的75跟除了学校的以外 长官好 这里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说 就是最近包含像是台中 桃园跟新北 有一些诊所都在做公告 表示说20岁以上的民众可以直接到现场 接种高端疫苗是不用预约 然后可以直接施打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说 第一个透过唐缝系统直接做预约 直接到现场去做施打的话 会有记录吗 然后如果说出现不良反应的话 能够怎么通报 然后另外就是高端开放在这些诊所部分的这些计量 是民众直接到那边就可以打 但是实施到何时 因为之前指挥中心也没有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想问一下这一块 谢谢 有关这个会开放 民众到这个诊所就满20岁以上就可以到 医院诊所去施打 只要是我们有个公文给这个卫生局 就在9月6号之前 那民众只要满20岁的 都可以去医疗院所 有这个高端疫苗都可以施打 那因为我们先前的预约系统 事实上已经开到 所有人是20岁以上都可以打 那至于说 因为我们的预约那一轮已经都打完了 所以现在直接去打 当然是不需要预约 但是所有人只要 在在台湾 你只要这个有接种 那所有的医疗院所都会把你的资料 会上传到我们的预约系统 我们的这个预防接种的 一个系统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我们都知道是哪一位 哪位民众有接种 这个没有问题 那如果有任何 就接种后 有任何不舒服 那都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医疗院 所去再做 就诊 那看是否为不良事件的部分 部长好 想请教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 有没有境外移入最新的基因定序结果 第二个想请教一下 疫苗不良事件通报以及死亡的案例 谢谢 好 大概有基因定序 我们也要请罗夫 大概就一粒α 其他都是delta的样子 来请罗夫 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这一个手版 那个我们这一周有检验出13例的变异株 其中12个delta 一个是α α是在这个表格中间 有一个16048 日本境外入的一个病例 那在delta当中 有三位是属于这个突破性的感染 包括就是中间的16046 以及 后排的这个16066 这位就是刚刚有报告过的其中一位 长荣的基师 那还有最后一位 16071 这个中国 江苏境外入 这位江苏的是打过三剂的 制飞的疫苗 那另外两位突破性感染 都是接种过 两剂的AZ的疫苗 那我们总计就是国内验出的delta有95例 其中13例是本土都跟6月群聚的 屏东群聚有关 那另外有82例的境外移入 这82例当中呢 总计有11例是突破性的感染 那除了国外进来的这个变异株之外 我们8月份 这个本土的检验有51例 这个变异株的结果也通常都是α 目前是还没有发现有delta的 这样的本土的案例在8月份 所以以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疫苗不良反应是 有关不良事件的部分 就是昨天有新增了80件的 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那其中有30件是疫苗接种后非严重的 不良事件 那死亡有13件 还有37件的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那死亡的部分 有8件是ad 5件是莫德纳 那有关死亡的部分 在在详细的说明就是 新增的 新增的8例的ad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0是40岁到92岁之间 那是接种疫苗后 6天到34天之间发生 另外同期间新增5例的莫德纳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0是54岁到83岁之间 那是接种疫苗后 11天到57天之间发生 那同期间没有 没有这个高端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以上 部长好 自由时报 刚刚有一个首板 国际航空机组员返台防检疫措施 底下有个备注说 因应国际航空机是家人群聚事件 该公司直飞美国芝加哥航线的机组员 入境应该检疫14天 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芝加哥这个外站大概是有什么 事情 所以才会要有这个备注 谢谢 因为这 三位我们来讲这三位都曾经有 到芝加哥的一个机场的这样的一个 记录在 所以我们在要求长榕公司对于 芝加哥的外站的管理要特别的 加强跟检视 那在加强跟检视还没有都完整的报告 完成之前 我们先要求到外这个外站的 那全部都要居家检疫14天 你好 包老师提问 想要延续刚刚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看到蛮多长程的航班的机师 都有表示说现在外站的外国地勤 其实是都没有被要求要强制戴口罩 那这让机组员其实他们就算做了完整的防护 在外站 就是染疫的风险还是很高 那这部分机组员其实有跟航空公司去反应过 可是公司都表示没有办法强制 只有要求自己的机组员要自行保持距离 那刚刚工会这边就是其实也有发声明 他们希望说不知道指挥中心是否可以就是 集合外站的防疫流程 还有在确诊组员的感染源没有确定之前 是不是可以暂停派飞到疑似的高风险场站 还有就是避免同机组员就是交叉感染 所以希望在居检期间不要再次派飞跟知情 不晓得这部分指挥中心是否有办法进一步了解 跟介入呢 谢谢 有相关的我们会跟民航局来做相关的 跟航空公司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做所有的一个可能性 让他们互相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不好意思想确认一下 16119和16120是同班机一起从澳洲 执勤飞回台湾的吗 那为什么16120是归在从美国入境呢 然后另外想要再请教一下 以那个日本捐赠的疫苗数量来估计的话 就是目前在台日人大概有多少 是有办法都达到吗 应该人数不多了 大概是约略1万人 约略是1万人 但 到现在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人已经打过了 这也不知道 所以要请他们先照撤 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个相关的评估 然后第二个 1216119 他当然跟16120 他们最后是同班机 从澳洲 非澳洲 然后回 这回来的 但是12119 在前一段时间有到 芝加哥 那另外的 12120是比较近的 的时间在 所以我们这两个有互相传染的可能性 但另外一个从美国研判的时间到芝加哥 时间比较近 大家可以看我们那个境外入的列表 那序号4的这一位 他的归类在美国 是因为他虽然去了澳大利亚 但入境是8月31 他可以看到发病日是比较早 8月28号 我们有问出有一个 喉咙癢的一个轻微的症状 那因为现在目前暂定的发病日用8月28 是早于他从澳大利亚入境的这个日期 所以归类要归在前一个他去过的国外的 地点 那就是归在美国 当然这个都还需要再进一步详细的疫調 还有我们会再比对一下这个病毒的 一些结果之后 有可能就是会再重新做一些这个判定 那现在是先用这样的方式来判 今天我们担心的是 指挥中心也讲说 高度怀疑会不会是Delta 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因为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的措施 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今天我们的这个本土病例 其实不是我们真的在乎的 因为我们境外移入 然后影响到本土 你看像是那个其中一个机师 他就传染给他的小朋友 那在学校方面就变成是一个拉警报的状况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到的是 这一个16122他在学校接触的人 他的小朋友上学三天然后就出问题了 所以同班同学的部分必须要集中检疫14天 同班同学的家人的部分预防性的集中检疫 你看我们很担心说如果是Delta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他 所以都是拉高规格 整个桃园市的部分 现在叫做二级加强警戒的措施 他们措施现在也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了 可是我们看到是这两个机师 他们其实都打过疫苗了 打过两剂AZ 可是现在被突破性感染 那其实整个源头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看 先有第一例突破性感染 这个是16066 是长荣的一个机师 那这个机师 他6月8月都打过AZ疫苗 8月28号确诊了 他的CT值是25 病毒量不算太低 然后他的接触的人目前我们看到都是阴性 可是现在又来了 又增加两例的机师 也是突破性的感染 那比较一个点 刚刚还在讲 就是这个任俊哥在讲说 好久没看到这一张图 我们希望说 不要再举它相见会比较好 可是这张图你来看一个美感 他的重点在于 前面这一个机师 其实他们目前关联性找不太到 可是这两个感染的机师 他们有一个点是说 这两个机师 说都是在那里的打丑屏 是正机师的这个部分 然后可是有一个是在右边的机师 同一个舱 可是右边的是没有感染 所以怀疑说这两个 是不是摸到那个仪器 所造成的说 病毒残留所以感染了 那我请教亲皇 我们整个这个脉络里面 这一次真的是如临大敌 对 为什么如临大敌 它其实有两个部分 让大家觉得 你要戒胜恐惧 为什么要戒胜恐惧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他谈到说机师的部分 现在台湾大概只要一讲到机师 大家心肯都会抓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开始 从不管是华航 长荣 然后到今年 那个诺富特事件 每个人只要讲到机师 跟机场的部分 大概都基本上 余悸有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机师跟边境的相关的防疫 当然会让大家注意 尤其是变种病毒株 再加机师两个复合了之后 哇 那民众的基本上 担心的部分就更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想说 Delta这支变种病毒株 传播能力这么强 那遇到边境的时候 会不会攻破防线 尤其是现在很多机师 都打过两剂疫苗 在这个情况下 还被攻破的话 那民众当然就更担心说 跟机师有关的防疫作为 是不是有需要 升高加盐的必要 那目前状况是什么 给各位观众朋友 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是先有一起个案 是16066这一起里面 他在之前就已经被看到说 打完两剂AZ 但是仍然出现突破性确诊的情况 他在6月跟8月都打过 然后他当时是从芝加哥 然后飞回到台湾来 那另外是什么呢 是发现这两位 今天发现也是确诊的机师 16119跟16120 他也是他的同事 但他们当时并没有出现 这两位出现的都是PCR 检测阴性的状况 也就是说常网航空发现说 这个虽然确诊 但这两位他是PCR阴性 所以他派他们去飞哪里 飞到澳洲的布里斯本去 那飞往澳洲布里斯本回来之后 这两位机师也发现 他是确诊的情况 那么由于之前这一位 16066 他应该是Delta的情况 所以现在推测说这两位 他Delta机会也很高 好 这样问题就来了 贵啊 现在问题是哪里呢 大家就会认为说 在这个时间点对于这个机师相关 或机组员相关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要加严格 所以今天指挥中心告诉你一件事 本来在9月1号就有公布一件事 机组员回台湾 就算你打完完整的两剂的疫苗 就算你打完完整的两剂的疫苗 你还是要用5加9的方式 5加9是什么 5加9就是5天的G检 再加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这个G检呢就要到哪里 你从高风险地区来的就一律 G检虽然听起来叫居家检疫 但他要求你一定要到哪里去 一定要到防疫旅馆或是集中检疫所 或是他们公司的防疫宿舍 意思就是说 这个虽然叫G检 但不能让你回家 怕你回家把高风险带回到你家里面去 因为你说回家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实例了 这个图上面也显现说 他们的之前想说打过疫苗 然后也不是说Delta这么多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G检的儿子 儿子他可能在G检的时候 然后可能没有真的落实 所以就感染了 对 这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两大观众朋友你需要去注意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到当G检有机会 他打完两剂疫苗 他仍然确诊 然后确诊之后 他有机会有没有途径 会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 结果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案例里面去 其中一个案16120 他就是带回家 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他的儿子16122 那他的儿子16122呢 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 这两天刚好在干嘛 开学啦 在开学的时候 学生年轻人刚回到校园里面去 这个时候回到校园去 要打扫要干嘛 活动力正准备开始 要旺盛的时候 好 在这个时间9月1号9月2号 结果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推下去 他的儿子也被验出来 不但确诊 而且他CT值 各位注意 他CT值多少 11 他CT值其实很低 也就是他传染能力极强 那他的学校 距资目前是在桃园的一所学校 桃园靠近新北一带 所以对于这个学校来讲 那你想想看 知道他学生有确诊的状况 要不要做零级的应变处理 当然要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昨天晚上临时通知这个学生 今天你不要来学校 9月1号9月2号 这两天已经过了 所以这个学生他被通知 他基本上就不会让他来了 然后他要去安排做相关的措施 但是他学校怎么办 他学校这边就头痛了 第一个全班的同学 赶快要拉去集中检疫所 因为你班上有一个确诊 所以剩下来同班同学 要拉去集中检疫所 那第二个 不是同班的同学怎么办 不是同班的同学 老师学生 大家都一起安排做PCR检测 所以这个学校 目前看到的资料里面 至少有2400个人 安排PCR的检测 还包含他夜间部的学生 所以这个规模相当的浩大 那第三个 这同班同学的家长怎么办 同班同学的家长 目前知道的是 也一样要通知 可能要处于隔离的情况 所以等于说 你从学校的部分 可以看到 他的影响层面其实很大 但是贵 我们刚刚讲的一跟二 让我们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一方面 要拉高对机师机组员的 这一份检验 加强版的检疫规定 他本来是几号要实施 9月15号才要实施 但是他从今天 几日起就要开始实施 就会要求这些 来自高风险的机组员 你就是要用5加9版本 即便你已经打过 完整两剂疫苗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件 这一般民众听了 也会怕的事情是 那请问他这一位 就读在桃园高职的 这一位年轻人 他的足迹在哪里 足迹两个字 结果一看发现 好像去过苗栗 也去过新竹 这件事情一讲出来 当然大家会心里会刷会说 因为你也知道年轻人 这个精力旺盛 那我们刚刚说 他大概是念高职左右的年纪 高职左右的年纪 你去想想精力多旺盛 所以他跑新竹跑苗栗 我觉得那都是正常的 但问题是 他如果是带着 我们刚刚说CT值11 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跑新竹跑苗栗 那就是一件让人家会担心的大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指挥中心 你去注意看今天的气氛 就是如临大敌 拉高警戒 所以对于桃源 跟对新竹来讲 我相信大概也是处于 类似的严厉的气氛 你说CT值11的部分 我们知道他的传播力 蛮强的对不对 那我先去教卢医师 一个状况 我们先看 这个小朋友 他CT值11对不对 那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Delta 如果是 因为现在高度怀疑 如果是 我们原始病毒株 一个穿两个三个 然后如果是英国变种 Alpha他是四到五个人 可是如果是Delta的话 是六到九个人 然后他又这样活跃的 一个情况下 怎么样来看 所以我想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时刻 那各位 台湾重要的一个 压力测试又来了 Delta来台湾几次 那一开始在仿山仿料 那时候也说 会一传七一传八 后来整个图形看起来是 只有某些人在那边喝茶 不小心传承一传八 大部分都借有 很好的公民素养 把它挡下来 所以现在呢 这个孩子 到底跟其他青少年 怎么互动的 到了哪些地方 那个场域里面 人会不会太多 有没有群聚 有没有把这个戴口罩 节点洗手把它做好 变成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不过呢 这件事我们看到几个关键 第一个 我们说防疫的节奏很重要 现在台湾做什么事 现在台湾 集中心力 要开始拆炸弹 那现在这个炸弹呢 有多危险 几天前呢 我们滚动式的调整的 我们所有的机组员 他的一个边境防疫 这个检疫的一些策略 各位 他是滚动式调整 每天都在变动 每天在调整 那么今天说即刻开始实施 本来9月15号要进行的一个策略 机师其实很辛苦 这些机师呢 又长程 又短程 那么现在我们怀疑说 会不会问题出在外战的管理 一个芝加哥这个外战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有几个部分开始进行 包括说刚刚说的 这个孩子本身 我们扩大了整个学校 接触者处置了一个策略 各位 你看到 预防性集中检疫 这些都是很辛苦的 我们感谢所有国民一起努力 但是呢 我们更要奉劝所有那些 别有用心的在地协力者 请你记住 不要再骂了 现在的措施 是非常机动性的 而且呢 是整体性的思考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包括 现在这个检疫升级呢 希望民众能够支持 大家能够滚动式 让他进进 包括说这些 我们说这些民众 集中检疫的人 大家相认为重 配合一下 也包括 最近民众要注意 一定要加强戒备 不要松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进一步讨论 台湾在防疫跟其他国家 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都会尽量去追 追出一个什么样的源头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还是从这一张图来 请教任俊哥 这一张图呢 我说这两个 他们呢 都是在倒手边 在开飞机的时候 都是左边 可能是同一个位置的关系 可是呢 我们再看这一个机师 又跟这一个 16066跟16120 他们什么状况 这些不会去过 芝加哥外站 这个也去过芝加哥外站 然后其实指挥中心 他发现说 算算的 去追那个相关的足迹 三个其实都去过 芝加哥的这个外站 所以现在下令 如果去过的 还要去追溯嘛 还有谁去过 对不对 去过的 所有的 通通都要居减 14天 我们是非常的高规格 怎么样来看 而且你光看今天 在宣布所有的措施里面 确实指挥中心也承认 就是他们现在做的方式 防范的方式 比之前大家所规定的 这个规格 还要更严格 那你知道其实 我们的航空公司的 这些机组人员 从之前疫情爆发完了之后 其实就有被严格要求 说他们机组员里面 必须分流 也就是不能够互相流动 那在没有互相流动的 这个状态之下 往回去追这个 说是他们的 这个浮情的 这个足迹里面 才会往外追到 这个所谓的 芝加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对指挥中心来讲 如果他确定 就是说你的机组员里面 没有互相流通的状态之下 那你大概 唯一共同的足迹点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今天 宣布的第一个 就是说 你有到这个外站的 可能他的这个 所谓的回来的 居减的这个条件 就会跟其他外站 回来的会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您刚刚的 这一张上面有提到 他们各自的 这个CT值的部分 那因为比如说 你这个同班机执行的 这个基斯16119 你可以看他的CT值 在8月30号是CT值30 那16120 8月28号的CT值是28 我认为这其实 也挑战了指挥中心 之前在这个 所谓的解隔离的条件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 其实当时罗易军 有出来讲 CT值在27以上 已经没有所谓的传染力了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度被认为说 我们在解隔离的条件里面 是不是会比较宽松 但是因为 那个阶段里面 我们的疫情也因为 其实比较严峻 所以也担心医疗的这个状态 可是那时候设定是27 那你刚刚看到这几个例子 尤其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案16120 8月28号CT值是28 他感觉上算是高 就是已经比较高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我们原先设定 他应该没有太多传染力了 但是他传给他儿子 他儿子的CT值是11 所以可能我自己本身 没有太大传染力 可是我确实是确诊的状态之下 我传给别人 别人其实可能会 他的传染力变得高 那这个其实当然 我觉得对指挥中心来讲 为什么在这一次里面 你看到 他刚才有特别解释了一下 原先的停课规定里面 是只要有一个人 你是全班停 两个人以上全校停 但那为什么这是一个人 整个高职要全停 因为很简单 现在的高职跟高中 不是以前我那个年代念书的时候 以前我那个年代 就是你什么科 你就在这个班 你就自己在那边念 你接触的就是同学 现在很多的高中职 基本上他也有共同科目 也会有专业科目什么的 然后移动要搬到那个教室去 这个什么自然课 我们就往那边去去上 兴业课往那边去 那你像高中高 高工高职这些 其实他有专业教室 所以如果他的CT值很高 很低的状态之下 变成他的传染力很高 有没有可能会变成 环境上面的传染 也就是他 我就算人没有跟人接触 可是我可能Touch到了 可能我实习的用品 电脑或什么东西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到他把规格 拿得更为严格 而且看起来他是连 什么学生的家长都一起 因为我跟你讲 比如说身为一个高二生的家长 你知道我这几天也很关心 高中生开学到底在干嘛 马上有社团活动 所以很活药就对了 你想想看小朋友关了四个月 四个月好不能回到学校去 他跟同学的互动一定非常密切 不然我们现在讲说那个格板 我刚才在讲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近不是有消息的学生 要用那个格板 那个格板在吃饭的时候会有格 因为那个格板都超高一个 那我就问小孩 我说你们上课有用 他说上课怎么可能用那个 你坐在那边根本看不到讲台 所以他那个格板 基本上很多就是车 可是你怎么 那是现在上课是口罩也不能摘掉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当然是有了 可是我就讲 就是说你这个接触或怎么 可是他们中午也要放饭 吃饭总会拿 吃饭总是会拿下来 你不可能戴着口罩 这样吃是怎么吃 那你能确保说 他不会跟同学交谈 所以我觉得指挥中心在这一次 我认为他在挑战他自己了 就是我们过去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 你看 为了要不要把这个所谓的疫苗 施打往下的施打这件事情 有多少的政治纷扰出现 我相信今天之后 没有人敢讲什么了 也就是这些学生 这些高中职的学生 你说十几岁的这些孩子 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一个确诊 而且他CC值高 所以你去争说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疫苗给谁 谁被插对 我没有插对的问题 身为家长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理性 就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迫切性 所以我就讲 你看今天指挥中心 在面对这几个例子里面 他为什么要重研去要求 而且把它扩大办理 是因为真的一个挑战 仁俊哥提到这个点很好 我请教小熊议员 因为其实之前 会不会清楚 因为常常说 那个18到22 蓝营都觉得说 你剥夺我什么 我50几岁一直都丹没第一剂疫苗 他们其实不断地在鼓吹这一件事情 可是这一次他是高职生 那如果他是大学生呢 你说这18到22岁真的不迫切吗 不需要吗 对的确 现在校园是个警训 尤其身为小三的爸爸落 我不是用小三 我念小三 所以你看起来其实目前为止 我看我是觉得指挥中心的处理还算明快 尤其是在针对学校接触者的这个处置上面 有四大的这个措施 我觉得目前为止是一个不错的SOP 那未来能不能落实在每一个校园里面 的确确就是大家所欢乐 那我所知道的是现在小学里面 其实他们针对孩子下课是有分流的 下课有分流 对没有几个班有下课没有几个班没有下课 把它降载 然后放学的时候也是如此 放学可能低年级先走 然后中高年级再后面走 把它进行这个分流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有做这个很好的管制措施 那包括说这个洗手 比如说小学生一定会下课一定跑出去玩 那玩还是要戴口罩 那玩完以后要回来教室之前一定要先洗手 那我看很多父母亲都有这个随身给孩子 一个喷瓶 给孩子来喷这个喷瓶 我觉得这几个措施其实表示我们对 你喷瓶要检查回家看说剂量有没有少一点 就说小朋友有没有真的很规矩 我们随时都会看一下 看一下他有没有消失一点点表示他有喷 那所以说看起来大家对于 这个目前为止防疫工作 大家的配合度还是相当有的 那只是说除了这个防范的以外 我们相关疫苗的施打的确像桂牙讲的其实就有很多的纷扰 那尤其我现在看到这个其实教职员的施打率还没有到100% 还是有一些落差那如何鼓吹大家赶快去把这个疫苗的施打给落实 的确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现在大家看到是高职生 那未来你刚才讲的大学校园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大学校园的流动性又更大 像我所知道像政大 本来他有很多个门 这样子开放某一个门进出 那是至少先确认你的体温 对他的体温 然后你要用学证B才能进去 访课要做殖民制登记等等 这些东西还是有去做 但是如何补救那一块没有打到疫苗的这些孩子们 或者这些同学们 的确确就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跟疑问 所以如何把它补起来 是我们我觉得现在积极要去做 所以很简单 其实疫苗轮到你就打就打 当然不要等啊 等那个等那个都不用再等了 可是现在疫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次讲说是突破性感染 对不对 那卢医师我就要请教了 突破性感染 有人想说我好不容易打完两剂了 我打两剂之后 我现在是不是疫苗是在打心酸的 因为疫苗还可能没效的 对我想疫苗永远都不会是打心酸的 但是疫苗实在很重要是群体性 我们要尽人士听天命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它打了很多疫苗 可是它发现说 就算这个时候有保护力 可是好像慢慢的 中国抗体效价会衰退 所以开始有些国家说 它要什么次世代的疫苗 要准备第三第四剂 而且因为没有专门forDelta的疫苗 目前的这个保护力好像还不是 目前有在研究 但是这个牵涉到实证面 还有法规面 实际上还没有那么快 但是我要讲几个重要数据 让大家了解说 就Delta来看的话 现在以色列7月 他们卫生部公布说 会让这个原来疫苗的一个防护的能力 也会下降到甚至四成 那事实上这个美国的媒约诊所系统 也这样说 会下降到42% 所以突破型感染这个名词 将来会一直出现 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些机师 老实说 台湾现在最有可能碰到病毒 就是我们这些辛苦的机师 他要到国外去 那大家也不要去苛责说 那芝加哥要搞什么 想想看 现在美国到处都病毒 对 那个芝加哥外战会有很多人 是在外面工作 进来工作的 清洁人要不要回家 要回家 送伙食要不要回家 所以任何外战 你就算在努力 都可能会有一些 我说的破口 那现在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是说 在这种过程中 怎么样能够兼顾 所有事情继续进行 但是国门又能够守好 我觉得这是关键 第二他来过 那仿山仿流就是一次 很好的疫症 现在拆炸弹 就是要效法 仿山仿流的经验 所以我认为全世界都在看 看台湾怎么面对 这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那至于说 刚刚讲这个孩子的部分 我觉得孩子有几个部分 要注意是说 现在Delta 他不是只有单纯说 口水喷到就会感染 我们知道 其实新的Delta的感觉是说 他的一级传染 一级接触 定义不一样的 可能同一个教室 我都没有接触 气容就会感染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也有做了隔板 的那个状态里面 韩国就有这样子的例子 也是会这样子 那后来是我们之前讲说 这个环境船没摸到 那孩子一定可能在教室 摸来摸去 这不可能说不要碰到吗 或学校厕所 所以我觉得是说 当然第一个 守在国境外面最重要 可是进来之后 怎么去面对 那我刚刚讲 记不记得前几天 有一个那个县市首长 新北市 他说这个孩子都三十几 吸力那么多 只那么低 不用管他 没关系 是不是不要耽误经济 划错重点 现在回来看这件事情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 今天连所有的家人 都要预防性的集中检疫 请问民众接收是这一张 还是前几天 那个首长讲的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要我们要的 防疫的节奏 那么最后我要回应 刚刚仁俊讲一个 很重要的观察 就是刚刚说这张 我们说的观念图里面 那怎么会 CT值28就传染到CT值11 几个Hint可以讲 第一个 本案已经匡列116人 其中87人列为居家隔离 这个图还没画完 也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中间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人 他连接到这两个人 也就是说 这个技师带回去之后 也许又传染其他家人 那这个后续 我们要密切去观察 还有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是说 他其实CT值还在低的时候 就传染 对 先传 那中间有一个潜伏期 现在表现出来 我们就发现说 现在CT值还很低 换言之 居家里面很麻烦 是跟社区 又有一些连接 所以全民都要努力 虽然我们慢慢在降级解封 可是 我们要密切 谨慎小心 因为我们高度怀疑 会不会是Delta 所以我们整个作为 方方面面的妹妹嘎嘎 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聊 要怎么样来因应 大家都知道 今天就是如临大敌的一天 可是之前 我们感觉上 那个疫 就是比较趋缓 疫情趋缓的时刻 然后蓝营 常常在疫苗的时候 他们就会吵来吵去 这一次的这个BNT 他们常常在雕一个点 就是说 你不是都要从年长的顺下 长要有序 可是你突然开一个 18到22岁 蓝营其实很多人 都非常跳脚 包括像辉文 摔笔 说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那我请教这个楚音 我们这次看这一个状态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防守 然后我们希望说 小朋友在校园里面 那个风险其实是蛮高的 这个不需要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蓝营这些 你们自己可能很多 也都是过来人 是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其实前面 许多的疫苗 让长辈施打 或是前面的前几类 都已经经历了多种的疫苗 包括AZ 莫德纳 甚至于高端 当然我也必须说 有一些长辈在我身边 说实话是 什么疫苗来 他都不打 他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只要不出门就好了 对 真的是有这样的 因为他们就觉得 与其避免 不存在的风险 或是我出去 出门就有风险 他就不打了 那但是现在 18到22这个部分 就是眼看就要开学 其实从这个案例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们现在是 最有可能高度群聚 而且他的群聚时间 非常非常的长 就是仅次于上班族 大家在同样一个办公空间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说 现在BNT来 刚好借这个时候 而且BNT它本身 就有针对 比较年轻的族群 来做示范 有一些相关的范例 所以这本来 就是一个正确的 刚好透过Delta 让那些想要 以疫乱症 然后胡乱带风向 见缝插针的人 可以赶快住嘴 赶快来防疫 可是Delta 它好像在 其他各国里面 大家的作为都不太一样 我们觉得美国好像 有点放弃的状态 那我们比较临近的 像新加坡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 新加坡事实上 他们在今天也宣布 他们决定要跟疫苗共存 是跟病毒共存吗 对啊 跟病毒共存 然后他们现在疫苗 他们也是打好打满 我先给各位看 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以色列跟美国的情况 这以色列跟美国的一个确诊数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从大概八月份开始 他们整个也是确诊数 这为什么我特别举这两个国家 因为是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疫苗打的这个 这个是他的确诊数 下一张呢 这是他疫苗打的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疫苗打的 可以是打好打满 那以色列打的是BNT 可是我们今天也看到 就刚才罗医师所讲的 BNT在打到第15周的时候 它的这个72.1% 它的这个保护力是最高 可是呢 你打完两剂以后 五个月 它的保护力会从89降到4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目前的情况 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再给各位看到的 这个呢 是新加坡 新加坡呢 他目前的确诊的 这个看到的这个情况 也是非常高 所以新加坡现在决定说 他们已经放弃 这个 他们已经不再追求清零 他们这个国家 现在目前打两剂 这个图是打两剂的 那打两剂呢 他们现在是百分之 对不起 他们打两剂的呢 是75.21% 他们打到这么高 那新加坡打的是什么呢 打的是莫德纳跟BNT 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 这个时间点上 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呼应 像刚才处英委员所说的 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 轮到你就赶快去打 因为只有轮到你 你赶快去打 每一个人 我们才会有那个保护力的形成 才能够保护更多 可能没有办法来打疫苗的 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高职生 他可能就是跟他的爸爸 或者是这个跟他的家人 同样在家里面的一个状况 那他因此他就感染 因为我们刚刚也举到一个例子 因为刚才罗医师也说了 因为现在呢 在韩国就有一个大学生的例子 两个人去咖啡厅 才刚刚坐下来 连咖啡都没喝 两个人都是Delta 所以那个情况就是让我们 连咖啡都没喝 所以他们就是坐下聊天吗 因为之前的那个客人 他是确诊Delta 然后两个大学生进去那家咖啡厅 两个坐下来 然后可能是摸东西 然后就他们两个连咖啡都没喝 离开了以后 结果他们确诊 后来却回溯了他们的足迹以后 才发现说原来Delta是这么恐怖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 不要再听什么 一些人在那边讲说 这个疫苗不好 那个疫苗不好 现在是轮到你 你就赶快去打 唯有这样子 我们整体的社会的疫苗的覆盖率 才会高 才能够保护所有人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就从这个BNT疫苗来切入 没想到来了之后 整个楼歪掉在吵什么 国民党在搞什么 他们为什么觉得说 这个布条叫原厂布条 其实是人家偷挂 可是他偏偏要定安一个叫做 我们是偷拆的这个名义 没想到这一篇文出来之后 所有网友上网去留言 都是在笑国民党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在东京奥运的那个时刻 我们曾经见识过的是 中国小粉红出征 什么国家认证 他也说这个叫做台独 那如今我们看到是小英总统说 我们期盼跟邻国在和平稳定 希望可以共存 不过国民党怎么 国民党好像是中国国台办的感觉 抓到啊你这个就叫做台独 是谁的心里面 只有中国没有中华民国台湾 那我在想 如果说国民党在中国 应该会被灭党 因为呢 没有什么事情是老共做不出来的 中国现在怎么样 包括他们的演艺圈 演艺圈应该是很祥和的 可是演艺圈出现了肃杀之气 连民间企业都要捐几个亿几个亿 为了要求生存 五秒之后回到节目现场